孙副官 请吧 孟芸 上次跟你说件事 我记着呢 你放心吧 到时候我告诉你 行 洪副处长 林梦云 你怎么来了 宋真帝他走了 对 他湖南老家有急事 就停家先走了 对了 我找你还有点事 你去趟我办公室 走吧 好 好 来 会在这儿飞 谢谢你 小元啊 我上次拜托你 跟苏菲说那个事 你说了吗 你一找完我 我就去跟她说了 不过我能看得出来 苏菲真的是因为宁云姐的事情 所以才暂时转不过弯来的 洪副处长 我想 你应该想想别的办法了 办法我多的是 可是 我不愿意勉强苏菲 那样的话 我怕苏菲会很难过的 洪副处长 你真是个好人 而且 你对苏菲真的是太好了 马博士好 你好 马博士 你是来训诊的吧 大神 大神 你好 大神 我是来训诊的 你有什么不舒服啊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 身体好得很 大神 我今天是我亲自来给苏菲送花 我说马大夫 你要给苏菲送花 你就亲自来 今天让她三斤饭来 你说三斤饭 这算哪个庙里的神业着 大神 我就是马博士庙里的神 大神 大神 麻烦你 你可以把花交给苏菲吗 我给苏菲的时候 别忘了说 马博士爱拉乌友 什么 爱拉乌友 你哪儿是 苏菲她听得懂 我说马大夫 你是个外国人 大神 外国人坐上来 我说外国人 外国人咋的呀 外国人就不能举苏菲做婆意了 大神 你不能瞧不起马博士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大神 外国人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是 你爱的人爱不爱你 对 爱国人马博士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娃娃都要结婚了 我还能爱哪个人去 大神 大神 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苏菲 快点啊 我先走了 好 靳云 昨天你的笔记写完了吗 写完了吗 写完了 以前也是马大夫让三斤半送的 这个马大夫 在想什么呢 苏菲 这外国人喜欢你 可不是啥好事 你可不敢犯糊涂 大神 你想哪儿去了 说实话 我就是年轻时候犯糊涂 找了不该找的人 洪副处长 你找我呢 大神 我不找你 我找苏菲 苏菲 洪副处长找你呢 走了啊 苏菲 洪副处长 你找我有事啊 对 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我们还要去上晚课呢 刚才我去你们系里了 你不在 替你请了个假 苏菲 洪副处长找你 你就去吧 我先走了 靳云 你帮我把东西拿着吧 洪副处长 那我们去那边聊吧 好 好 苏菲 这次我来找你谈话 你应该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 对吧 说什么 既然你这么矜持不愿意谈 那就我来跟你说 苏菲 我爱你 让我们结为革命伴侣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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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你是为了宁英的缘故 当初 我也是为了宁英的缘故 放弃了宋真帝对我的追求 那是因为 宁英曾经是我的生死恋人 我的情感 让我短期内 无法接受别人 更不能接受宋真帝 这个出卖宁英的叛徒 但是苏菲 你不一样 你是我和宁英都十分喜欢的人 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 我想 宁英的在天之灵 会祝福我们的 苏菲 我的好苏菲 你带着我们洪家的手呀 是我们洪家的儿媳妇 现在 我郑重地向你求婚 请你答应我 我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明天 洪副处长 我 我还是把这个还给你吧 苏菲 我还是把这个还给你吧 我还是把这个还给你吧 苏菲 来 马老师 嗯 老老师 我给你看看东西 嗯 这颗手绢 你熟悉吗 这个 这个不是苏菲的吗 终于会在这里 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呀 这是我和苏菲的 订婚职务 订婚职务 对呀 马老师 你看 这个上面啊 磕了我的信物 这是我们洪家的 传家宝贵 她也挺好 那是我们洪家宝贵的 我们洪家宝贵的 你一定是太阳俊了 请你 你会不会跟赵哥的 都要不跟工俊了 爸爸 可能也不是 故意想着伤害 我知道 这个和你没有关系 这个应该是上帝的安排吧 爸爸 你听我说你要冷静冷静 这个好姑娘多得是 要不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不 收费就只有一个 可是他不属于我 他是属于你的 洪副组长 你要好好对他 你说哪 Spanish 说一个 你这个还挺低 伤心 说一个 我说是 牛哥 收拾吃饭了没 咋了 什么样子能跑 不想吃 不是我批评你 你可真够笨 看哪里 不是你 你 你可真够笨 看哪里 不是你 你 你 韩班长说得没错 你就是一张嘴 首长 你说韩班长那字写得比较好 那说明他写字很认真 那说明他写字很认真 对不对 对 对啊 那也说明我这个老师教得好 对不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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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 你这个三斤 又把我绕进去了 首长啊 这三斤半啊 前世肯定是个麻风我变的 这心眼儿太多了 首长 咱还是说说你的正事情吧 我的正事情 我这些天 一直都在苦苦地想 人家的首长找个女子结婚 就容易得很 为什么我们首长就这么难呢 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 你想明白啥呢 这个革命同志男女问题 首先要服从组织决定 这是林护士长告诉我的 我想我成天给苏菲又送花 又送字条的 她也没个反应 原因就在这里 你的意思是说 首长也要听组织的安排 不是首长是苏菲 她得服从组织安排 这事就好办来了 你们两个干甚嘞 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首长啊 三斤半今天说这个话 算说在鞭子上了 您就去找组织嘛 让组织跟苏菲说 凭您和中央领导干部的管系 这事啊肯定撑的 对 谭卫长这英雾脑袋都开窗了 你呢 我 你们 我告诉你们 这个 这个就是 闲 闲吃 闲吃 闲吃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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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吃了我们胆头鞋 对 就是这个话 我告诉你们 找鞭子是个人的事情 这个和组织没有关系 如果是组织安排的 这个 不是自冤的 这是被迫的 要结婚的话 肯定不会有感情的 不会有幸福的 哎 三斤半 你大哥和他老婆 是组织安排的吗 那不一样 我嫂子是老百姓 山沟里跑大的爷惯了 人家苏菲是上海来的洋学生 电影明星 咱延安城的大美女 那咋能一样呢 好了 我的事情是我自己来处理 啊 你们不要多管了 不多管 少管还不行嘛 三斤半 三斤半 副院长好 三斤半 干什么呢 我在修理书业价去 哦 手机不错嘛 啊 哈哈 我是马博士的警卫员 修个证 不散个证 哎呀 那以后就要叫你三斤半博士了 哈哈哈哈 走了啊 哎 副院长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向你报告 什么重要的事啊 马博士的苏菲 你还记得吧 记得呀 他现在是鲁易的学生 哦 对了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马博士现在天天都挨声叹气的 就是因为苏菲始终不同意跟他结婚 为什么呀 现在边区政府有训令 说是革命同志男女问题 首先要服从组织决定 可马博士说他是个外国人 又不想要组织出面替他解决 这倒是个问题啊 副部长 你是首长 你就不能代表组织出面 去和苏菲说说 哎呦 这我可不行 要说呀 也得鲁易的领导去说 好 好 那你们我知道了 好 这事交给我吧 谢谢副部长 小鬼 你是皇上不计太监籍啊 皇上不计太监籍 上一次 李副院长 副部长 你怎么又会在这里 李院长去西安出差 我替他这两天班 马博士 快坐下 我正吵你的 副部长 你有什么话警官说 我今天晚上值班 马博士啊 我要说的是你终身大事 你不想坐下来听听啊 副部长 是吗 不会是你又要给我当没人吧 也可以这么说 王博士啊 你就不要硬扛着了 你和苏菲的事 我可以以组织的名义 找陆林领导谈一谈 实在不行呢 我还可以找王家祥统治吗 是不是啊 副部长 我没有请求领导 为我出面 解决个人的问题啊 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不需要组织 来帮助我解决 这样的话 会给苏菲造成压力 这样不是爱情 是命令 而我要的是爱情 不是命令 马博士啊 你不是因为你是外国同志 不好意思说吗 这个不是问题 副部长同志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是中国共产党人 又是八路军战士啊 我是一个和你完全一样的人啊 这 这不是你的意思吗 当然不是 你和你夫人结婚 也是组织安排的吗 我和陈真人结婚 虽然不是组织介绍的 但是我们结婚 是需要组织批准的呀 我结婚 当然也要组织批准嘛 恋爱嘛 就是组织不要管得太多了 组长 我跟苏菲是老乡 都是浙江州山人 从小呢 我们家里跟我们定了亲 当然啊 那个是封建礼教的产物 我们都没在意 后来我到上海念大学 加入了党的组织 不久后啊 苏菲也到了上海 这些年 我们一直保持着革命的友谊 彼此爱恋 相互鼓励 你和苏菲 竟然是这种情况 组织上就没有必要 出面去帮你们解决问题了 处长 事情没那么简单 苏菲啊 她总是担心我们小时候定亲的事 她觉得如果跟我结婚 怕别人说我们的婚姻是 封建礼教的产物 所以她的心里 始终过不了这一关 原来是这样啊 处长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担心 所以我左思右想啊 详情组织上出面 这样的话 就让别人无话可说了 革命同志男女问题 要遵从组织的决定 是 苏菲同志是党员吗 对 她在鲁一入的党 是预备器 那好吧 我找鲁一的政治部主任谈谈 相信问题不大 处长 谢谢你 好 来了来了 试试 好 首长 你要去鲁一寻者吗 是啊 有剩事情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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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们 您要保护好首长饭餐啊 韩队长 你就放心吧 原是谁啊 你们两个这搞什么鬼啊 首长 没搞鬼 韩队长这是例行公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 副练长同志跟我说 书费的事 我一带就是你搞的鬼 叫什么 我再说一遍 我个人的事情 不需要阻止出面 听清楚了没有啊 是 听清楚了 好 首长 你们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皇上不急 太监急 说啥 这是傅连章部长说的 意思就是 皇上不着急的事情 太监就一定要着急 首长你不着急的事情 我们就一定要着急 还没让你笑啥 小姐们 你还当安老使呢 这意思都不明白 就是说 麻布市都不急的事 你急个啥呀 谁说我不急 你不急啊 你不急啊 你不 好生长感觉 好生长感觉 我是黄云飞 小元啊 你的事情我正在办 你放心啊 用不了钱就能劈下来 你别着急嘛 你着急也没有用 我没生气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在女大 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要让别人觉得你不安心 好 我知道了 真是一个没脑子的傻孔呀 有贼 别好 谁 你是谁 你是谁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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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干什么的 我 我 我 可怜 原来是这么一个小 马大夫 马大夫 苏菲 看到你这么用心 我没好意思打断你 可是 你已经打断我了 哦 马大夫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苏菲 我知道你和洪副处长 很小就订了婚 马大夫 你可能搞错了 我和洪副处长订婚 那都是封建礼教的旧观念 是不算数的 你是说 你们的订婚不算数吗 我们参加革命 就是要把那些封建 落后的旧观念 彻底毁灭 太好了 苏菲 我知道我是一个外国人 可是我非常热爱这个国家 四年前我参加了洪军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 马大夫 我知道 你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外国友人 而且你的事迹 在编剧广为流传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我想说 苏菲 苏菲 主任让你去她办公室一趟 马大夫 我有事先走了 咱们有机会再谈 走吧 这可不是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当然 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苏菲同学 关于个人的婚姻问题 我感觉 只要在政治上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可以 我一向主张 以个人意见为主 绝不搞拉狼配的那一套 我想听一听 你对教育厅 洪副处长的态度 你喜欢她吗 主任 我就是一个学员 年龄还小 我还想多学点知识呢 这都不是理由 我在这个方面 做的工作不少 尤其是女学生 嫁给老干部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你这样的回答 可洪副处长不同 她是年轻干部 而且是一个 很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我听说 你们从小还定过亲 这 这和定期没有关系的 我知道和定期没有关系 那些东西啊 是我们应该批判和摒弃的 封建漏据 但是 我们也不能够因为 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如今成了革命同志了 就不敢面对现实了 我说得没错 苏菲同学 你一直是要求进步 尽管你在上海 也算是一个电影明星 可你学习的态度 一直是非常不错的 你现在还在党员的预备期里 组织上也有意地培养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 组织上对的关怀 不要被历史问题所纠缩 要正确地看待 你和洪副处长的会议问题 我觉得吧 你应该马上 去找洪云菲同志谈一谈 你们毕竟是老乡 有什么话不能说开了 我知道了 主任 要留在一起 你怎么看 你看我 也不没什么 行吗 大人快跑去 他们都不费 你怎么做 给我们说 你怎么做 什么事 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呀 急死我了 我不想 我不想 不想什么呀 灵灵 我不想结婚 结婚 谁呀 洪副处长 他跟你表白要结婚了 表白了 但我也拒绝了 那你爱他吗 爱 洪副处长 他在我心中 就像是一个大哥哥一样 我对他更多的是敬重 是崇拜 这不等于就是爱情啊 他能跟我求婚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可是我已经几次表明了我的态度 但是今天系主任 又代表组织找我谈话 说要让我 不要辜负组织对我的关怀 正确地对待于洪副处长的婚姻问题 还让我马上去找洪副处长谈一谈 接受他的感情 是这样啊 靳云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其实 我觉得洪副处长他人挺好的 靳云 你说组织找我谈话这事 是不是洪副处长的主意啊 洪副处长之前 一直在我心中是那么地高大 那么地完美 但是现在 我总觉得我不认识他 既然组织上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就得服从组织 相信组织啊 可是我现在 不是谈个人感情的时候 系主任 又让我马上去找洪副处长谈谈 你说 这样吧 你要是自己不好去 我跟徐世威陪你一起去 咱们这么晚来找洪副处长 找他干什么呀 你别问那么多了 苏菲 你别怕 到时候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苏菲 你怎么了 苏菲 你们 我们不能再跟你走了 再走就进洪副处长宿舍了 好吧 那你们在这儿等着我 我跟洪副处长谈完我就出来 这样吧 我们在传达室等你 你谈好了呢就来找我们 你们两个可一定要等我 你在怕什么呀 我 行了 你快去吧 苏菲怎么了 走吧 来了啊 稍等 稍等 苏菲 你来了 来 请进 进来吧 请坐啊 苏菲 来 请坐 坐吧 等我啊 看看吧 有什么好东西 咖啡 咖啡 这是我从上海带来的 一直没舍得喝 专门给你留着的 洪副处长 我已经不喝咖啡了 为什么呀 已经忘记了 一喝又想起来了 你说得也对 不过呢 今天日子不一样 还是喝一点吧 来吧 还有好东西 花生 红枣 洪副处长 主任已经找我谈过话了 你们主任 找你谈什么 怎么 你不知道吗 你们主任找你谈话 我怎么会知道 他找你谈什么呀 他说了 我们之前的关系 还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 让我答应和你的会议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是最讨厌 别人干涉我的个人问题 尤其是反对领导和组织出面 你们主任 有没有说是哪位领导找了他 这种事情 怎么好问呢 那我明白了 可能是 哪位领导了解了我们的情况 希望我们能尽快走到一起吧 但是 不管是由谁来说 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因为爱情 是最美好 最自由 最温馨最幸福的一种情感 通过强迫的手段 来达成自己个人的目的 这与封建礼教又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我们都曾经受过封建礼教的束缚 但是 我们用革命的行动 将它彻底的否定和摆脱了 今天 我们来到了革命的延安 红色的延安 抗战的延安 虽然我们今天 生活条件还很艰苦 但是 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们中国共产党 正在做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我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 虽然我们相知相爱 结为夫妻 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这只是 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 携手同行的 一种姿态 一种 幸福 健康 同时也是一种 美好的生存方式 苏菲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我说的 你想让我说什么吗 苏菲 你说一说你自己心里的想法 你对我的看法 比如在你的眼里 我还有哪些不足 还有哪些缺点需要去改正的 洪副处长 什么 云菲 以后先叫我云菲 那 那也是以后的事情 你答应吗 苏菲 你答应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我靠近 你是在害怕什么吗 我只是不喜欢这样 我没有别的意思 谢谢 我看过你们的演出 演得太好了 谢谢 明天也有演出 你来吗 我看了通知了 但是明天值班去不了 哦 好 在喝点水 胡部处长 我该回去了 再坐会儿吧 晚了 晚了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能回去 那坐 苏菲 你别开玩笑 我怎么能让你自己回去 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 我不得后悔一辈子吗 你是不是 心里还有什么矛盾 如果有的话 请你告诉我 我不想你戴上包袱 做我的气 我 我 我没什么矛盾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苏菲 何部处长 卢靳远还有徐世薇 都在收发室等着我们 什么 他们两个也来了 那好吧 让我说错了 苏菲 苏菲 我的好姑娘 让我亲一下 请你放开我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heimer 好 苏菲 苏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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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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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谁呢 大婶 你又给苏菲送花来了 你又忘了 不是我送的 是马博士送的 我跟你说 现在谁送都来不及了 苏菲啊 要结婚了 你说声 我说 苏菲要结婚了 今天晚上 她就请上海的同学们吃饭 说是宣布订婚 结婚的日子 也都调好了 订婚 是为何谁订婚的 教育厅的洪副处长 洪副处长 哎 洪副长 吃好啊 谢谢方叔叔啊 好 吃好啊 各位 今天呢 举行一个小型聚会 主要是我和苏菲 在学习的小型聚会 上海的几位朋友 还有处理的两位好朋友 我呢 首先代表苏菲 宣布两件大事 你来到我身边 那我都在乘下 固定你我不只是擦肩 深邃双眼 清澈璀璨 真真比月色浪漫 缘分带你来到我眼前 闭一眼认定见舍相谈 温柔似水 斗口放脸 笑如一笔春花娇艳 无灰无缘这天对见 有你有我心手相欠 为了相同的梦 相信爱相信明天 无灰无缘这天对见 无灰无缘这天对见 有你有我心手相欠 为了相同的梦 相信爱相信明天 有没有我心手相欠 有没有我心手相欠